我是古阿牧 今天要說一個樂器的愛情故事 女主角是音樂高中的學生 學的是古真 喔不是 她學的是中國民俗 樂器 洋情 我只是覺得學生跟古真有押韻才講一下的 女主角身邊通常都有一個被貪男 總是陪在他身邊 無條件對他好 無條件餵飽他 至於被貪男學的音樂是什麼 就不太重要了 你只要知道女主角 只把被貪男當作好哥們 她相信男女之間是有純友誼的 一個男孩絕對可以靠著友誼 無條件對你好啊 反正女主角喜歡的是 像男主角這種 又高最好要180 又帥 至少要帥贏80%的人 又會談西洋樂器的男人 於是這天她鼓起勇氣 跳出來跟男主角說 交不交啊老兄 我是說交往啊 我超愛你的喔 但男主角也被你猜到的 語出驚人回應到 你長那麼慫 學那麼慫的民俗樂器 兩什麼琴啊 聽都沒聽過 我不懂慫的東西啊 我怕跟你這種那麼慫的人交往 操心分數會降低 所以我不要跟你交往 那告白被人拒絕 女主角傷痛欲絕了3秒 就馬上在被貪男的陪伴療傷下 振作了起來 並打算組個民俗樂器的樂團 讓男主角見識一下 陽晴的厲害一點都不慫好嗎 可是女主角跟被貪男找了老半天 都沒有人要加入他們成立的樂團 其他同學也都覺得民俗樂器 很慫 組樂團出去表演慫 不是很丟臉嗎 不去 因此最後 女主角找上了一群 也是學民俗樂器 而且很喜歡二次元的變裝四人組 他們平常總是裝扮成動畫漫畫裡的人物啊 很多同學以為他們有病 都不跟他們來往 女主角也一樣啊 要不是她實在想不到 還能找誰加入她的民俗樂器樂團 她也不會來的 反正女主角表示 你們加入我的樂團 我會給你們買 聽說你們這種人都喜歡的模型啊 當公知 加不加一句話 別脫戲 於是變裝四人組就為了模型的加入樂隊 配上女主角跟他的備胎男 一共六個人開始團練 但練沒兩下 女主角跟備胎男就發現 變裝四人組的首領 熟子女的熟子很厲害 早就已經是網路上成名已久的 古增高手 另外三人 本身也是民俗樂器的高手 都是熟子女的手下 她們早就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民俗樂器樂團了 於是女主角帶著備胎男 馬上跪地求饒 偶斯拜斯 希望加入熟子女的樂團 阿熟子女原本不想答應 因為女主角看起來就心速不正 組樂團動機很差 又不懂樂器的歷史 感覺沒有真的很愛陽情 但她還是給女主角一個機會 你若能搞懂二次元跟民俗樂器的歷史 我就讓你們加入 好啦 反正之後備胎男和女主角 就努力看漫畫跟歷史書 然後獲得熟子女的認可 六人也一起團練培養出了默契 她們還一起參加動漫展的音樂表演 用民俗樂器演奏了很潮流的音樂 顛覆了現場觀眾 包含你對民俗音樂那種傳統的印象 還有人將她們的表演錄影傳到網路上 因此音樂學校的學生看到影片 也大幅度的討論起來 學西洋樂器的同學都沒想到 民俗樂器也能演奏的那麼時髦 學民俗樂器的同學也都有了自信 更相信民俗樂器以後也能出頭天 她發現自己忽然變得很有名氣的女主角 就決定趁自己現在名氣陣旺時 來招愛心有火的跟男主角再告白一次看有沒有機會得到男主角的愛 但結果當然是沒有啊 一個男人會拒絕你的愛 絕對跟你有沒有名氣沒關係啊 如果你是整形或是變土豪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 世界是很現實的啊 反正男主角馬上在一堆微觀的同學眼前 再次拒絕他 叫他別再來鬧了 就你這慫獲我真的沒興趣啊 還這樣大張旗鼓是怎樣 想讓全校都知道有個慫獲喜歡我嗎 想降低我的身價嗎 看來我只好使出這招 智障式潑水滅有火的趕你走了 結果愛心有火碰水便更大火嚇得所有人不知所措 但不用怕因為備胎男一定會出來保護女主角 這是他的使命 所以他就出來滅火順便叫男主角滾回家吃屎 什麼年代了還學人家玩騎士 狗眼看人低啊 民俗樂器很吵好嗎 很有歷史啊 哪裡聳 不像你只會哈羊屌 然後男主角就被嗆得無言以對的回家哈羊 死了 他女主角這一刻也清醒的明白男主角這種男人不值得愛 於是 他隔天就來學校跟變裝四人組說來 欠你們的模型禮物先給你們 然後我因為本來就是為了證明民俗樂器很吵 給男主角看才玩樂團的 現在我已經不愛男主角了 也不用證明什麼了 樂團對我來說也沒用了 所以你們自己玩巴掰 阿便裝四人組開始依依不捨的挽留女主角 說我們大家好不容易磨合的不錯 一起玩喜歡的音樂不是很快樂嗎 為什麼要走 沒想到女主角表示 抱歉 陽晴是我媽逼我學的 我跟大多數人一樣 不曉得自己人生要幹嘛 父母說啥我就幹啥囉 所以我沒有特別喜歡陽晴啊 而且民俗樂器又沒前途 反正就這樣啦 別說了掰 阿熟子女看女主角忽然黑化 雖然有點生氣 可是也覺得合理嘛 女主角一開始就不是新宿正的人啊 所以他只說 我們都是為了振奮喜愛的民俗樂器 才聚在一起的 既然道不同就別為謀了掰 那其實變裝四人組 也是為了自己喜歡的東西 努力的活著 四人組的小妹一種是被家裡的人 問學民俗樂器沒前途未來怎麼辦 四人組的小妹二家人直接放棄他 四人組的小妹三朋友 整天笑他變裝很智障 四人組的熟子女 整天被父母說是怪胎 還變裝完沒前途的民俗樂器是在耍什麼智障 但就算如此 當學校校長公開說 因為都收不到想學民俗樂器的學生 所以明年學校將正式廢除這個學科時 熟子女仍然義不容 實義無反顧的跳出來 向校長說 學校沒能力做廣告 幫民俗樂器招生 就讓我們的樂團來做廣告招生 只要給我們演出機會就行了 剛好女主角昨晚發現 她其實還是很愛陽情的 於是她馬上 跳起來說要幫忙熟子女 其他民俗樂器學生也都說要加入 可惜校長表示 最近全國公演的機會已經讓給西洋樂器了 抱歉掰 這下怎麼辦 不怕 女主角馬上帶領著民俗樂器的學生 跟男主角帶領的西洋樂器學生約好要決鬥 輸的要答應對方一件事 那決鬥的玩法就是 在校長老師面前表演同一首音樂 看誰先跟不上對方 結果西洋樂器 最後跟不上民俗樂器的神之催你喇叭 所以就輸了 因此事後女主角就要求男主角她們 要幫忙在全國公演時偷偷安排 讓她們民俗樂器的學生可以進來表演彩蛋 好啦反正中間過程不廢話了 直接跳到公演後 女主角她們進來表演彩蛋 演出時尚潮流的民俗樂下的 所有現場觀眾跟直播觀眾 都一個大驚蟲找到晚失色的 覺得民俗樂器原來也好棒棒啊 最後一堆人慕名來音樂高中 想加入民俗樂器的學習 學校也繼續經營這個學科 備胎男也順便跟女主角樂下告白 竟然成功 然後兩人交往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們明白樂器沒有優劣 音樂沒有好壞 關鍵在於操作樂器的人 擁有什麼樣的能力跟心態 所以真的不要再覺得 是工具的問題了 咳咳